手作时间 今天我们要用不知步来做金灯台哦 赶快来看看要准备哪些材料吧 看时间记得先列印出素材档案 我们先把列印下来的素材沿着黑边剪下来 然后依照这些素材的大小和形状剪下相对应的不知步 接着在卡纸上拼凑出金灯台的形状 先将灯台的部分均匀地涂上保利笼胶 把布置布翻过来 粘在卡纸上面 在灯台柱的顶部涂上一些保利笼胶 让它可以粘在灯台下方 别忘了它的背面也要涂涂涂 最后是金灯台的底座 把保利笼胶均匀地涂好并粘上 现在我们用剪刀沿着形状把它剪下来吧 都剪好之后要把另一面也粘上布置布哦 先将保利笼胶均匀地涂在卡纸上 一个地方都别漏掉 接着把布置布按着顺序一个个放上来 先是灯台 再来是灯台柱 最后是底座 现在我们来做金灯台上面的火焰 按着布置布的大小 由大至小一层层贴上来 然后我们在火焰的正面下园涂上保利笼胶 将涂上保利笼胶的火焰 任选一面当成金灯台的背面 一个个粘在金灯台上 接着我们粘上磁铁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确实地粘好哦 这样它就可以被贴在冰箱上了 耶 我们今天的手作布置布金灯台完成了 小朋友们可以按着以上的步骤 一起动手做做看今天的手作哦 希望小朋友们今天都有美好的收获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